前段时间央视网发布了一则名为 清凉油风油精最好不要混用的主题视频 引起了网上的热议 本来是正儿八经的科普 但评论区却被各路大神搞得欢乐十足 有吐槽被风油精浓烈味道熏死在厕所的 也有使用不当将其涂抹在了错误的位置而躺进医院的 更有甚者介绍了一些风油精的另类奇葩用法 真是让品牌歌大开眼界 还有不少吃瓜群众压根就分不清 清凉油和风油精有啥区别 其实清凉油是一种由薄荷脑薄草油 张脑等成分构成的白色或淡黄色软膏 而风油精则是在此基础上改良而来 其成分与清凉油类似 不过因为增加了叶绿素香金等 而成绿色液体状并伴有浓烈的刺激性气味 可见两者确实不是一个东西 但不管怎么说 如今这类及去属止氧曲纹功能 于一体的东方神油 早已是寻常百姓家里的必备药品 甚至一度远消非洲 成为了当地最受欢迎的中药之一 那么本期节目 品牌哥就来给大家详细讲讲 清凉油和风油精的故事 事实上 最早在国内市场出现的是清凉油 而此类产品中最为有名的 虎标牌清凉油 因其功效广泛 而被老百姓戏称为万金油 其创始人正是鼎鼎有名的 南洋华商胡文虎 胡文虎生于缅甸 祖籍福建 其父胡子清在仰光行医 并开设了一家名为永安堂的中药铺 父亲去世后 胡文虎和弟弟胡文豹接管了药铺 搞起了虎标牌药液 由于胡文豹在开拓市场的过程中 胡文虎注意到 每到盛夏时节 南洋地区的气候都闷热难耐 人们常常因高温中暑 而出现头痛腹泻等不适症状 包括厦门大学 广州中山大学 福建学院 海口海琼中学等数十所 知名中学和大学 都曾得到过他的捐赠 胡文虎还曾在1935年 计划在国内投资350万元 兴建1000所小学 及普及基础教育 无奈 战争爆发后的特殊局势 让他的愿望未能完全实现 可以说 胡文虎不仅是一个会赚钱的商人 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崇高理想 和民族情怀的企业家 由于篇幅限制 这里就不再赘述 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在公屏上课一 我会专门做一期节目 讲讲万金油大王 胡文虎的故事 胡文虎的生意做大了 自然有人眼红 模仿山寨者争相涌现 不过 因为清凉油价格本身不贵 加持虎镖的牌子够硬 这些山寨产品并未挑战成功 为了弯道超车 油商们开始在产品包装和形态上花功夫 在成分和功效相差不多的情况下 一些新产品开始出现 例如核心白花油 以及斧镖驱风油等 而其中最为成功的 是一种名为风油精的绿色液体 它不仅拥有和清凉油的相似的功效 还自称是德国人发明的洋货 据说 当年有一个叫陈锦丽的新加坡商人 高调宣称 从德国人手中买到了风油精配方 并推出了鹰标牌风油精 这才有了风油精源自德国的说法 当然 从生产到包装 这货基本与洋人没有半毛钱关系 之所以说风油精来自德国 是因为早期的风油精产品包装上 印有大大的德国二字 不过 仔细看产地在东南亚诸国 就会发现端倪 看来德国只是被迫营业而已 但不管怎样 风油精在诞生进入市场后 确实取得了成功 绿色的液体形态和较为浓烈的香味 加上德国货的高级感 让风油精拥有了区别于清凉油的差异化卖点 而实际用起来 相较于粘稠的清凉油 它在体感方面确实要更清爽一些 在医疗资源紧张 卫生条件较差的情况下 风油精虽不治百病 但它确实能帮助老百姓 减轻阴鼠热或感冒带来的不适症状 还能驱除蚊虫 避免致病菌对人体的侵害 这在当时有着非凡的意义 而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 如今的风油精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 那可是堪比神器 说它万能 还真是不吹 除了大家早已知道的 驱属清凉 驱蚊直痒等功效外 风油精成分中的有机物质 还能够有效去除 顽固胶渍 想象一下 当亲戚家的熊孩子 不小心将嘴里的口香糖 粘在你头上时 只需涂抹这种绿色膜液 你乌黑秀发 就有了被拯救的希望 而风油精浓烈的味道 又可以有效去除残留的异味 无论是脚臭还是糊臭 它都能够帮你轻松掩盖 此外 网间还流传着各种 关于风油精的偏方用法 什么烧伤烫伤 腹痛腹泻 甚至是痔疮都可一战 不过手残党 请谨慎使用 更离谱的是 风油精还能口服驱风 就是不知口感如何 欢迎体验过的小伙伴 来评论区 分享自己的传奇经历 而根据中国当代医药杂志 曾发表的一篇名为 风油精联合乙醇 对静脉穿刺患者 局部疼痛的影响论文所述 风油精具有阵痛 抑制炎症 缩短出血时间等功效 配合护理人员的专业手法 可减轻静脉穿刺 所带来的疼痛感 可见 在临床上 风油精也被广泛应用 当然 上述有关风油精的 各种神奇功效是否属实 网上还尚有争论 不排除有失实和夸大的成分 所以各位小伙伴 在使用此类药物前 还是要仔细阅读官方说明 遵照医嘱 谨慎为之 总体来说 功能全面 价格便宜等诸多优点 让风油精成为了那个时代 家用药品领域的绝对宠儿 至少在解决蚊虫叮咬 引起的搔痒方面 它可比十字止痒法管用太多 不过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及卫生条件的逐步改善 一些功能更加细分的药品 开始崭露头角 风油精在国内市场的存在感 已明显不足 论趋纹 它比不过花露水 论止痒 它不如专业药剂 缺乏心意的产品形态 和过于刺鼻的气味 也劝退了不少年轻的新用户 而风油精等清凉油产品的配方 及制作方法都很简单 基本上 只要厂家符合资质 都可以生产 没有技术门槛 难以形成商业壁垒 在这一领域 产品跌代缓慢 甚至压根就不需要跌代 走的就是薄力多销的路子 不过 尽管在国内市场的表现开始乏力 但这并不影响这些东方神油 进军海外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 以风油精为代表的清凉油产品 开始向美国 欧洲 非洲等市场渗透 当然 最被大家津津乐道的 肯定要属 风油精在非洲的传说了 据说 在非洲的某些国家 手持风油精过卡 比拿AK47更管用 无论是当地土豪 还是普通老百姓 逢年过节不送点风油精 那可真是有些low 这种在中国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的东西 却在当地成为了妥妥的 社交礼品天花板 其实 风油精在非洲流行 主要还是由于那里的 卫生条件普遍较差 蚊虫疾病菌 严重影响了当地人健康 而物美价廉的风油精 自然是他们 对抗病痛的理想武器 因此 咱也没必要 过于拔高风油精 在非洲的地位 产品嘛 切中了市场和消费者痛点 它自然会活 但不管怎么说 清凉油这种 带有浓烈东方色彩的 中医药品 能够畅销全球 帮到那些需要的人民 总归是件好事 在去年东京奥运会 49公斤级女子举重决赛上 教练员用风油精 给侯志慧提神的画面 让大家印象深刻 外国媒体甚至称 风油精是侯志慧夺冠的 一大法宝 而在今年年初举行的 北京冬奥会上 针酒 拔罐 刮沙等元素的 集体亮相 更是让中医文化 有机会在更大的 国际舞台上展示自我 说起来还真是有些自豪 如果站在2022年的 时间节点来说 风油精确实已算不上 什么讨喜之物 除了便宜和便携外 似乎没有太多卖点可言 但是那些物质贫乏的 艰苦年代 它确实帮助我们 减少了因炎热和蚊虫叮咬 而产生的不适与疾病 为大家提供了 高性价比的驱属方案 还记得那年夏天 在院子里被蚊虫咬得 满头是包的我 哭喊着向家人求助 奶奶赶紧从柜子里 拿出了一个 装满绿色液体的玻璃瓶 并温柔地说道 擦擦就好 当瓶盖打开 浓烈的香气 让我瞬间破防 冰凉的药水 涂抹在我满是疙瘩的 稚嫩肌肤上 那酸爽 可真是令人记忆犹新 奶奶告诉我 这晶莹剔透的瓶子里 装的是一种叫 风油精的神奇药水 从此 它几乎出席了我 童年的每个夏天 并呵护着我的成长 时至今日 我依然习惯于 随身带瓶风油精 因为我总相信 在炎热夏日 它能屈闻去熟 保我平安 那种安全感 早已植入我心 无论你喜欢与否 对于大多数8090后而言 风油精 仍然已经成为 和西瓜缠名一样 重要的夏日符号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 并在评论区 留下你宝贵的留言 讲讲你与风油精的那些事 或者关于风油精用法 你有更好的建议 也可以分享给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